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郭鎮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10日 星期一 來到上午這一節先跟各位網友說說昨天凌晨至今早香港各大最新的新聞 首先是跟治安情況有關 話說旺角昨天有個男子大鬧一間二手名牌店 納鄧雙人幕期間亦有財物損失 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說說 納鄧雙網絡熱話方面有一宗外傭說要回到鄉下 回到鄉下後 他的主人發現家裡不見了約束十多萬的財物 過程究竟是怎樣 亦成為了網絡熱話 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說說 納鄧雙亦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南顧客大鬧旺角二手名牌袋店 說這個不滿 職員拒絕換貨 於是納鄧雙人說 報道的來文是 旺角發生一宗雙人及刑委案 昨晚晚8時多 警方接獲報案 指旺角新芝城商場二樓一家二手名牌手袋店的30歲男職員被一名男子襲擊 警方到場調查 發現現場一片混亂 手袋銀包雜物散落一地 經點算過後一個約值18000元的手袋 一個鐵架和一張椅子同告損毀 男職員的鼻及面部受傷 清醒由救護車送往廣華醫院治理 警方正翻查店鋪閉路電視 追緝在圖的男子 案件列作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刑事委員處理 據悉一名男子早前在攝氏的二手名牌手袋店買了手袋 今天前來更換 不過他沒有大收據 職員拒絕退款及更換 雙方隨即發生口角 雖然移動沒有 男顧客竟然拿起了店內的一張椅子 擊向職員再用手施襲 令職員隨即避血直流倒臥地上 而男顧客施襲過後逃致搖搖 真是無奇不有 香港地日日都有奇怪事發生 說退貨不成 竟然拿椅子來襲擊職員 打到他流血 據了解 現場有財物損失 即是說這件事都是奇聞 即是說退貨的時間 忘記帶一張收據 帶一張收據回來換 但男人又不肯 於是和職員口角 說得激動起來就拿一張椅子來打人 怎可以的 所以結果有一宗這樣的奇怪新聞 近期大家要留意一下 凡是鬧事 都很容易出現打人 斬人的案件 治安的情況 令人非常擔心 另外亦轉看這宗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老翁在紅磡酒店餐廳吃飯暈倒 送丸搶救過後不治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昨晚7時多 一名老翁在紅磡紅聯道38號一間酒店餐廳吃飯 期間突然暈倒 陷入昏迷 一度懷疑近親 說救護車到場將事主送往伊莉莎白醫院搶救 可惜反雲罰術 警方經初步調查 相信事件當時尚未進食已經暈倒 正調查事件 懸死者安息 究竟死因會否和食物有關 據現場消息指那位老翁未吃東西 即未存在近親的情況已經暈倒 會否身體另有隱疾 還要有待調查 根據HK01報導 疑似衝燈 遭到垃圾車猛撞 大埔男子飛彈10米躺血 昏迷送丸搶救 現場圍下一攤血跡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今天是10月10日早上7時46分 一架垃圾車沿丁角路 又轉入保亞路方向行駛 到大埔消防局對開撞到一名老翁 老翁飛彈10米倒地躺血 神志不清 救護員接報到場即場急救 其後送院搶救 由於現場交通燈位置 警方不排除老翁衝燈引致意外 這位老翁仍然在醫院搶救 希望他能大埔攬過 究竟事件是誰錯 誰充燈 仍有待調查 另一邊也轉看看這則網絡 熱話聲 根據HK01的報導 有位飛翁直遲放假後 失蹤回鄉下 僱主不見了13萬財物 疑似是對方夾大師徒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拼請外傭的時間稍日不慎 亦可能會帶來麻煩 有僱主近日在網上發貼文指 他的飛翁日前突然要求放假 但隨後失蹤了 經聯絡對方的家人過後 得悉他聲稱買了一張8442元的機票回家鄉菲律賓 那名僱主又指隨後發現家裡幾千元現金 AirPod和iPhone 13手機等不逆而非 而此被飛翁在離開前偷走了 又指已報警及通知入境處 那名僱主日前在Facebook群組外傭僱主必看新聞訊息發貼文 指他的飛翁在今月4日凌晨零時26分以放假為由外出 並指他聲稱自己有權放24小時 隨後一直未有回家 他隨後聯絡對方的家人 得知飛翁買了一張8442元的機票回家鄉 並已離開香港 僱主指自己在本港機票最貴的航空公司工作 但查看即使是頭等座位也不需要那個價錢 質疑飛翁說謊 他又說飛翁並沒有拿回放在家裡的行李 但只發現家裡幾千元現金 AirPod和iPhone 13手機等不逆而非 而此被飛翁在離開前偷走了 並指已向警方報案求助 亦已通知入境處 他隨後再指透過他的家人 確定對方已回到菲律賓的住所 並質疑對方或在香港借貸而無法償還 因此闖出回家鄉 並估計涉及金額可能高達六位數 但指目前未收到通知還錢的信件 相關鐵文隨即引來熱烈討論 由網友留言 指一定很大事才走路 亦有網友說 回了去改名又來香港賺食等等 另外有人提醒 僱主亦需要向勞工處報告事件 確保攝氏的外容已列入黑名單 日後無法再來香港工作 相關事件仍然在發展中 究竟是否說明菲律偷走 家中高達13萬的財物仍然有待了解 但不少網友已經叫這位僱主一定要找勞工處 把那個外容列入黑名單 以防他再回來香港 當然不是每個非傭姐姐都是這樣的 但這件事也算是奇聞 而這件事也成為了近年網上熱話之一 在網上繼續發酵當中 加上各位的菲律 究竟離開香港前有沒有借下大耳窿的債 若然借了錢的話 那個地址寫成僱主的地址 僱主又會面對著怎樣的壓力和情況 仍然是有待那位的僱主更新情況 零變相和各位網友說說天氣 近期天氣開始冷了 根據HK01的報導 東北季後風殺道 天氣轉良 氣溫最低跌至17度 報導的來文是東北季後風殺道 為香港催來隆隆秋意 強烈季後風訊號現證生效 今天10月10日早上市區氣溫 普遍較昨日9日低3至4度 隨著天氣轉良加上大風 外出的市民都要添衣保暖 從昨晚午夜到今早9時 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溫是21.6度 今早10時過後 大霧山仍然只得14.8度 大霧山和昂平在早上9時過後 亦只有17.7度和17.1度 展望未來幾天大致天情 天文台預測日夜溫差較大 星期二10月11日和星期三10月12日日間非常乾燥 早晚較量 各位老友記留意這陣子的天氣變化 早上起床有幾陣風有點涼 可能要找些長袖三 但今個星期尾突然又升上30度以上 一不留神好易攝親 各位老友記多加注意身體健康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曠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由早到晚和大家緊貼最快最新最實時的消息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段片繼續聊天